大家好,五种常用绳结打法 首先第一种,锁紧结 绳结打成S弯,上下垫到 上方形成这样的一个绳圈 将上方的那个绳圈呢 合并在一起,双深二形成 套入锁之后的物体 两侧均匀受力 第一种结点就已经打好了 主体锁紧结,完成 第二种,狗牙套的打解方法 下方形成一个半扣 这侧绳头呢,从后方拉过来 绕前方一周之后 我们将这个绳头 从这个交叉点,从下向上 给它套上去 那么下方快速收紧 收紧之后,这样一个 主体狗牙套的成绳方法 就打好,收紧之后 我们看一下狗牙套顾名思义 当收力的时候,它会瞬间 锁紧,越拉越紧 非常的可靠 古代被常常用来 捕捉猎物使用,也被称之为 猎物结 第三种,非常实用的一个活扣 捷,左侧形成一个半扣 我们右侧拉起来 绕这一圈 从这个圈里拿出一个伸头 将这个伸头折双 塞进上方这个节点中 那么我们从后方快速给它收紧 调整一下这个伸圈 这样的一个节点就已经完成了 形成的节点不缓接,不开扣 非常的安全,非常的可靠 接下来教大家第四种 亨特的成绩对接方法 两个半扣呢 给它挪在一起 绳筒呢 从下方掏上来 上方这个绳筒 从向下下掏下去 找到这两个绳筒的位置呢 两侧给它均匀 收力 拉起一条枕 非常完美的一个亨特圣洁对接 就这样打好了 安全可靠的一个节点 不缓接,不开扣 大家先看最后一种 第五种终端定位毛节 单套活节的打法 圣洁打成S弯 取出中间这个节点 顺势之绕绕这个上方那个绳 向上方给它缠绕几周 缠绕几周之后呢 将这个末端那个绳头呢 折双按压在上方 那么将下方这个绳筒呢 向下抽动 上方那个绳筒啊 调整好适当的大小 调整了适当大小之后呢 将下方那个绳筒 从上方那个绳筒中 从里边给它掏出去 从后方给它拉出来 一个绳筒 下方呢 快速收紧这个节点 收紧之后一调整 这样一个终端定位毛节 就搭好非常实用的一个活扣节 调整一下角度 我们先看 非常的安全 非常的可靠 行动节点 不管节不改靠 拖车 趁人雕悟 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节点 需要解绳的时候呢 也是同样的方法 拖车绳筒 快速一拉 这个节点会轻松打开 以上是三种常用的绳筒 我说的节点会是三种常用的绳筒 是三种常用的绳筒 是三种常用的绳筒